再一再二又再三 不过第三口 魏无羡贴下去之后 蓝忘机就再也没能让他走 蓝忘机的一只手掌 不假思索的就扣住了魏无羡的后脑 两个人紧紧贴着 魏无羡双眼迷离 蓝忘机那浅色的眼眸里 尽是浓浓的爱 魏无羡的猫耳在头顶一个劲的抖 不同于猫咪时的灵动 现在看起来是分外的撩人 蓝忘机亲上他的脖梗 又是轻轻一咬 魏无羡仰起头 魏无羡又拉着他 别走 别走 蓝忘机轻声哄着他 刚要低头亲亲 魏无羡瞅着他说的确实 蓝湛 你真好看 蓝忘机轻轻碰了碰魏无羡的唇 你也好看 魏无羡音哼一声 闹脾气似的 我看不见 小线喵喵呜喵呜 举着着 两眼努力 不看谁谁打湿绒毛 还在放空中 我更担心 灭岛那边的事情 蓝忘机给他洗完澡澡 洗几杯 他到 灭怀桑那里 已经先安排了其他工作 小线喵又喵呜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然后闭着眼睛 支棱着耳朵 任喜任柔任搓澡 蓝忘机看着 小线喵的模样又轻笑 玩水的时候 不还挺好 小线喵喵呜呜着哼哼 那不一样好不好 蓝忘机垂着眼眸宠逆着 道了一声好 然后将洗干净的小线喵 放进浴巾里 好好裹好 额头与额头 与小线喵碰了碰 蓝忘机穿了睡衣全套 又拿来吹风机 调到最小档 把打瞌睡的小线喵的毛帽 一缕一缕烘干吹好 直到小线喵又蓬松成为一个球 困倦地在蓝忘机怀里 开始伸懒腰 蓝忘机道 现在 我们回卧室睡觉 小线喵用脑袋蹭蹭它 打着哈欠 给了蓝忘机两个字 出一发 短短的路程 或点击 还没把小美喵放进 被子甲小美喵的 尾巴就已经缠在蓝忘机的手腕上 而小线喵闭着眼睛 已经睡着了 但这可是给蓝忘机出了一个大难题 他仔细端向思考着 要该怎么动作 才能在不把小线喵吵醒的情况下 还能让小线喵安安稳稳躺进被子 思考无果 蓝忘机想 要不那就让他抱着手臂 自己把他直接放到怀里 蓝忘机如此 当然很是乐意 只是他还是担心如此 被子会把小线喵闷到 纠结再三 刚要上床关灯睡觉 爱动的小线喵睡着之后 突然在蓝忘机手臂上旋转着 打了一个小悠悠 蓝忘机始料不及 怕他掉下去 另一只手赶忙去接他 而后 小线喵果真掉到了蓝忘机的手心里 掉到手心里的小线喵 打了一个小滚 睁开眼睛惊奇的注意点 却在这里 你什么时候穿上的睡衣 蓝忘机 想在蓝忘机胸膛 才找找的小线喵 优雅地在蓝忘机掌心蹲好 打着小算盘道 小线喵的说法 是如此的有理有据 却也是如此的 给了蓝忘机心口可爱的一击 蓝忘机看着他一语味发 小线喵尾巴翘翘 托嘛托嘛 其实 蓝忘机一早就发现 小线喵最爱盯着他的腹肌 蓝忘机现在也不知 才变回小线喵的胃无限 何时才能变回来 他伸手摸摸小线喵的小脑袋 想看 小线喵点点头 然后又猛然摇摇头 蓝忘机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小线喵顺从本心 又是点点脑袋 蓝忘机没忍住轻喝一笑 小线喵蹭蹭他 然后又跃跃欲试地对着他看 蓝忘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身习惯 蓝忘机明显看到小线喵想往他的怀里蹦 他宠溺着将小线喵贴着自己胸膛上 毛茸茸的绒毛很是软 蹭得蓝忘机心房的确有点痒 但小线喵亲密地在上面贴贴后 似乎还有点不买账 他停下贴贴 那双猫眼斜着对着蓝忘机仔细张望 蓝忘机见糊弄不过小线喵 然后 他喵呜喵呜着招呼蓝忘机上床躺 蓝忘机轻轻把小线喵放在被子里面 然后 抬手把灯关掉 他刚刚躺好 小线喵一下子从他胳膊 窜上他的胸膛 蓝忘机下意识抬手去搂他 小线喵又从蓝忘机掌心里 打出个小滚 躺着找找开出小花道 蓝湛蓝湛 让我踩踩好不好 踩完我就睡觉觉 小线喵 只有只有踩着蓝忘机腹肌 兴奋的小心翼翼又认真 踩来踩去的 全是乐趣 蓝忘机仔细瞧着线喵认真的小眼神 莫名地觉得这小线喵 蓄谋已久得很 不是蓝忘机随意揣夺 蓝忘机胸膛被小线喵踩得一起一扶 蓝忘机唇瓣微微抿了抿 小线喵 只有只有落下轻抓的软软触感 的确很挠她的心 不仅她的心 蓝忘机仔细盯着她 小线喵顾不上关注蓝忘机的视线 她低着脑袋 踩得不亦乐乎 胡子还在抖 终于 蓝忘机忍不住 抬起一只手 用食指的手指头 轻轻戳了戳小线喵的小堵肚 被戳戳的小线喵 不明所以 以为蓝忘机是要催她睡觉觉 还在喵屋喵屋撒着娇 蓝湛 蓝湛 我马上就好 但蓝忘机停顿片刻 却用大手直接把她就搂在胸膛上 小线喵意犹未尽抬起头 蓝湛 是要睡了吗 天的确不早 但蓝忘机不困 很明显 小线喵也不困 蓝忘机轻轻握握未无限地小找 然后 还是没有开口问出来 为什么这次小线喵变身得有点快 可能蓝忘机停顿的时间有点久 小线喵点着脑袋趴在她的胸膛上 已经开始昏昏欲睡 见此 蓝忘机轻轻摸摸小线喵的脑袋 睡吧 小线喵喵呜一声 不知怎么突然又恢复成了人形 魏无限猛然睁眼 两个人都很猛 蓝忘机的手一左一右握压住魏无限两只手 她目光灼灼 会变身了 魏无限自己真还摸不着头脑 不不不 我没 嗯 魏无限根本来不及说话 她就被蓝忘机一吻疯唇 蓝忘机吻着她 又低头轻咬住魏无限柔软的耳垂 丝摸轻咬到 晚点再变回猫猫好不好 魏无限何时听过蓝忘机如此这么苏雅的 在她耳边说过话 可是变不变回猫猫 魏无限现在蓝忘机怀里 蓝忘机搂着她 两个人相互依偎下 蓝忘机也闭上了她那双浅色的琉璃 这一觉睡得极其安稳 第二天天亮 蓝忘机睡了也不过才两三个小时 但她精神极好 尤其是 她一睁眼 怀里是她可爱的人 蓝忘机仔细注视着怀里的人的眉眼 情不自禁又低头细细亲吻 她双手把小线喵捞起来 柔和道 我抱你去洗澡 小线喵摆摆尾巴 轻松着眼睛 喵换了被褥床单 蓝忘机这才把洗干净 又吹干毛的小线喵 放进被子 小线喵闭着眼 在蓝忘机把她放进被子里时 她就把自己团成了团 轻轻缓缓地打着呼 蓝忘机坐在床边守着她 小线喵的确是累极了 此刻是睡得分外香甜 分外熟 等到日光逐渐大亮 蓝忘机将卧房的窗帘掩了眼 照例将卧室的门留了一条缝 然后下了楼 蓝忘机先去了书房 将集团的一些事务安排 做了重新调度之后 又给蓝丝追打去了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